关注看周末新闻追追追 追真相 追是非 追到底 我是高文 我是林坤方 好 各位我们来看 大家在讲说这个是9% 9%的民调 9%的支持度 结果现在怎么回事 现在整个内阁改组难道也是不到所谓的9%吗 9%总统内阁改组不到9% 各位我们来看 41位的阁员当中只动了多少 只动了三位 所以这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 大家在说你一样你是在降纲里面找人 同时说国民党会有第二波即将而来的大海啸 好 国民党里头茶壶的风暴 我们来看 除了刚刚我已经提到 这个马总统在降纲里找人 在镜子里找人 小小一面镜子怎么容得下多少人 但是找来找去 你看到现在的毛内阁 能不能带给民众新的气象 还是只求稳定 要来帮助稳定马政权呢 同样的国民党员还要问的是 马王政争到底要逗到什么时候 在大家大声疾呼两个议题 要放阿扁 另外要放过王金平 马总统能不能听进而立 我们带你们最道点 首先介绍今晚来宾一起来欢迎 政治评论者胡忠信 主持人大家好 立法委员季国栋 主持人相敬大家好 立法委员黄伟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直接媒体人陈立宏 主持人 大家好安 好 另外带大家来请听在地的声音 三位的民意代表 我们先来欢迎的是 我们台北市议员林国成 主持人各位相敬大家好 好 另外是我们新北市议员 我们的李坤成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最后一位是台北市议员简苏培 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一旦这个毛治国他接隔魁之后 外界有一个声浪说 你不用脑治国啊 你用毛治国啊 所以现在蓝绿的虚声四起 我们来看这次新闻报道 国民党34位立委联署 请央行总裁彭怀南接任隔魁 不过马总统却忽视立委意见 到头来院长位置换汤不换药 还是由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来接任 实际上在立法委员联署的消息出来之后 我又再征询了彭总裁的议员 他还是很明确的告诉我 他没有议员 在国民党党团的会议当中呢 行政院毛副院长也每一次都七年参加 可是我的印象他没有解决问题 立法委员大家去推荐了以后 才被动的去找 如果你真的真心诚意的去跟他啃脱 三顾茅庐 他不愿意那就算了 立委批马总统敷衍了事 说要检讨Long Si Gay 改革魄力不到位 连找隔魁都心有定见 科技部欢送茶会上一片欢笑 尽管茶会办得突然 但毕竟部长这一早 可是高声赴隔魁 总统我已经答应那个毛院长 说让我想到第二天 那个马总统就说 可是你想到第二天如果你答案是No 我们要跳海了啦 不是咱们准复格魁是太开心 竟来个大爆料 欢送茶会上 詹盛正满口笑语 但他也承诺 未来将把网军和年轻人给放在心上 不是说要内阁总词吗 当我们看到这次新闻报道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变成内阁总流 还有毛治国来宽峰 关于毛治国他的争议是什么 想到毛院长 其实我个人跟他的渊源也颇深 从他过去是观光局长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刚好开始跑新闻 那跟他交手最多的时候 大概是他当中华电信董事长的时候 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们的毛院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官僚 那么他本身当然书念的好 学问做的好 也因此他对自己有一种文人的 怎么讲呢 自视甚高 也要求 对自己要求颇深的 那现场包括许多的总统长官可能对他也蛮提息的 所以过去好几次大家发现 我们不管是毛部长 或者是过去的毛董事长等等 他请职的时候通常会被喂留 先来看带大家来关心比较接近 其实他是马政府任内担任最久的一个部长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过去他在08年被马中延览之后 担任这个交通部长一路至今 当然到后来高升副院长 以及现在的院长等等 我们就来细数他在任内的一些攻击 先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毛院长是一个讲话比较直的人 大家可能还记得08年他上任不久 在这个后风断桥事件当中 其实他也匆匆忙忙赶到现场 但是呢 其实有家属就怪他说 他这个未免太过冷酷 其实有时候他摆出来是一个技术官僚 所谓理性的联孔 但是什么呢 为人父母官 为人部长 为人院长 需要的是父母的慈悲 我们就来看看 几次的失言 当然好处是 他讲的其实都没有错 你如果撇开国道山峰不要看 我们知道发生灾难 对一个部长来说最重要的 我们做好最坏的准备 就是什么 冰柜都准备好了 随时挖出来就可以冰进去 保证这遗体不会腐坏 没错 技术上是这样想 但是对罹难者的家属 请何以看 再来看看 劳工被迫放无薪假 他说无薪假可以趁机旅游 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 因为他本身 其实他不是管经济部 不是管劳委会当时 他是交通部长 当然希望大家都促进国内的旅游 但是钱都不够了 钱钱就不够了 还要打光还要旅游吗 人家说这个实在是 没有体恤民情 再来看非大台北盖捷印 其实当时的交通部几个 包括五阳高价 一再追加预算 或者是一些捷运 大家争来争去等等 他说公车都跑不出来了 盖捷运会是一场灾难 这是你主事底下 其实大众捷运系统 本来就是活络整个都会 怎么会一个交通部会的首长 讲出此言呢 那八八风灾小林变道开通 他说慢慢开就能避免车祸 车子慢慢开 听起来好像也没错 不过大家知道八八风灾 其实当时连马总统都说 他来晚了四百多条的性命 这句话听在罹难者的家属耳中 又是何等的刺耳 至于黑心油风暴 毛夫人说家里都买进口油 其实不止他 整个过去的江内阁里头 大家好像都吃进口油 但是这么巧 我们毛副院长 他又是食安小组的召集人 如此这么多林林总统的这些发言 在民众的眼中 在民众的耳中 其实对于马总统会用自己人 民众似乎这一次毫无期待 也因此呢 就有人讽刺了胡大哥 说这个马总统不会治国 现在只能在名字上用文章 我们的隔魁叫治国 我们的副隔魁叫善政 难道治理国家 说说就好吗 昆峰你还少一条 我们知道 这个毛总院长跟夫人都是甩手工 我常看在镜头看到 只要麦克风拿过去 他就把麦克风一甩 你也记得 你看了 以后媒体会怎么修理 这个毛先生 我现在倒退这个毛治国总院长 其实我蛮担心的 他怎么走进立法院 马总统民调8% 中国时报对这个准内阁 是11% 民进党 你想民进党会 站在那里不动声色吗 我相信柯总照应思考说 怎么来下马威 第二 我也蛮想了解的 像国动兄 他们 我推估了 站在那里 看北小坦 所以这个内阁 势必就是那电影 一路玩到挂 铁达尼号要成了 这个内阁改组 就是在船上 研究家具 怎么摆设 就东移到西 西到东 上面移到下面而已 我记得三年前 这个节目开案的时候 我就讲墨灰定律 你看今天的状况多严重 还会下去 瓦伦达效应 瓦伦达已经 蒙面走钢索了 马总统却从瓦伦达 这个效应的钢索掉下来 我们从古代的历史 来判断这个内阁 我想起这个北宋末年 不知道怎么办 大兵来临 朝廷议论未决 金兵以林陈下 金就是民进党 你们记得 非亲恶宗通通被俘虏了 再来就是 清代末代皇帝溥仪 对不对 做困只进城 不知怎么办 我一直建议说 马总统赶快出国了 学学巴勒伟 赵勇 还留一条路 我就请教这个内阁 第一件事 实案怎么解决 我们已经公开呼吁两个月了 我请柯文哲 跟朱立伦 跟魏民谷 上任第一件事情 立即冻结 顶薪 在101大楼 以及 三重信念土地 以及 彰化永静乡 的所有资产 要求赔偿 我请在座的 三位民意代表 一定要为魏民请命 拜托你们 这次是一个怨恨投票 抗议投票 全球贫穷革命 举事 举事皆然 在欧洲最明显 台湾也不过是花生 一次 问题是我们的领导者 我就请教 你们还有点 坐在内阁 那个位置 还敢进立法院 还敢在行政院 宴会 开会吗 李中吴说的 厚黑学 这叫做厚黑内阁 脸皮够厚 心够黑 也不起 不是黑 黑心有 但是你坐得下去吗 那如坐针毡啊 我预测下礼拜 会有重量级人士出来 喊 希望往休先 不是调降到18岁 而是往内阁制的方向 修正 我先预告 我相信下礼拜 大家会很认真讨论 这个内阁 也不过是看守政府了 就是在那里就好了 什么都不要做了 我是蛮感慨的 我们经过世潮了 蒋介石不讲 蒋经国知道 他要本土化 要革新跑台 开始大量启用人才 记得吗 李登辉知道 他要民主化 还是大量启用人才 那到了陈顺北跟 马英九 真是 一瀉 而且是毛瀉 不如一瀉 毛瀉不如一瀉 蛮感慨的 我想起鸦片战争 爆发 那时候林哲徐 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东去 他很感慨 举国尽无可用之财 四亿人口 他也用强硬态度来对待英国人 下场是流放新疆 死在半路上 你说这个满清王上会不会垮 问题就是领导力 到内阁的执行力 到公信力 其中选举就是海啸 已经做了评定 结果呢 我们的领导力 就像恐龙的大脑一样 只有高尔夫球大 执行力 手把咬不哗不哒 手把就在火摘广告 请问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呢 我们几乎看出来了 这内阁一事无成 就是看守政府 等待新的海啸出来 把他们通到历史的黑洞 不是吗 好 莱坤大哥刚刚讲正话 莱坤城 我刚刚听到莱坤大哥讲 一事无成 换汤不换药 一个张善政 一个毛治国 张善政来接不隔魁 毛内阁大致底定了 其实他们有背景 有背景 有CEO的背景 专长是什么 科技跟资讯 擅长沟通跟协调 对不起 我们往下最后一个 最大他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张善政面临挑战 要让台湾的年轻人有感 他们做得到吗 毛治国难题是什么 要展现的是治国跟 善政 刚坤峰讲说 难道是从名字来选隔魁吗 是真的这样子吗 再往中间来看 来各位 中间这一块 张善政讲什么 施政 重点发哪 晚君 年轻人 什么是晚君 坤峰 什么是晚君 晚君就是网君的意思 网路的网君 没错 就是网君 他说未来 这个晚君跟年轻人要放欣赏 下个礼拜五 立院报告 来我们来看 整个的内阁 来昆城 你如何来看 换汤不换药 我觉得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就是说当这个 江一华跟这个毛治国 就是说好 我们内阁要总辞了 然后内阁总辞的时候 大家已经排排站 要拍这个毕业照 然后拍完毕业照之后呢 那江一华说 谢谢大家 然后他又走了 结果发现说呢 跟着他走了只有三个人 江一华 龙应台 还有王静旺 海巡署的署长 这三人跟他走 然后呢 毛治国呢 又坐在这个江一华原本的位置上 然后大家都还在 那江一华不会觉得很纳闷吗 说哎好 内阁要总辞了 然后我们大家拍完毕业照 拍完毕业照之后 这个跟大家挥手了 结果只有三个人跟他走 其他大部分都还是留在那个位置上面 就是这个画面很好笑啊 那所以说变成这个内阁总辞 变成肿瘤啦 那肿瘤我就想到说 这是这个国民党 拜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身体上这个肿瘤啊 没有把它化掉 没有把它割掉 结果这个内阁总辞变肿瘤 这个肿瘤都还在啊 毛治国还在啊 这些不管是秘书长啊 或者这些内阁的全部这些阁员都还在啊 那为什么这个换了一个江一华之后 然后毛治国从副院长变成这个院长之后 整个内阁就会觉得说 好像是对这次选举有做了一个交代 我想大部分的这一个国民党支持者也好 或者说对国民党还有有点期待的人也好 我觉得说觉得说这个内阁总辞弄成这个毛治国上去 江一华下来 那难道是觉得说是蛮久觉得说 整个这次国民党会大败 就是江一华一个人的问题吗 所以只要把江一华换掉就好了 其他像毛治国啊 这些人都还是留着 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国民党支持者 那当然我们民进党看到这一个 这个换成这个样子 其实内心其实是这个 也应该叫哀惊勿喜啦 我觉得说这个最后还剩下一年多的时间 马英九这个政权还剩下一年多的时间 那我们也当然说 希望说这未来一年多的时间 这个看守内阁也不要出太多的乱子 还要很多事情要处理 你不管是国内的经济也好 或是说对两岸的关系也好 很多事情都还要处理 就换成这个毛治国来当这个行政院院长 那其实说穿了 他的这个上面的还是这个马英九在掌权 还是马金在掌权 那这个你说吴敦一或是朱立伦 或是说郝鲁兵等等 我觉得在未来这个一年多的时间 要介入国民党的改革 我觉得非常的困难 这位毛治国给人家印象就这样 官僚气非常的重 那所以说你说毛治国起来 会有什么任何新的现象吗 我觉得不可能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副院长张善政 他说这个要抓住这个年轻人的心 那其实这个整次选举 其实真的国民党他不懂得年轻人在想什么 我觉得从这个连胜文这一次的 在台北市长的选举就可以看得出来 每次只要这个柯文哲 他有一些新的政策 或是一些新的想法 那这个连胜文就觉得说 哎呀都是这个网军啊 或是说这些网友啊 在这个乡民啊 在造神 那每次这个连胜文讲了什么东西 觉得不好被栓了 就觉得说都是网军在栓他 可是你真的不了解 这些年轻人 这些网军在想什么 我举几个例子 这次的这个选举 你不要说我们地方的议员好了 那其实有很多是年轻人 第一次参选 也跌破大家的眼镜 比如说这个全国最年轻的 这个现议员在宜兰 才25岁 他本来是要代表这个树党来参选 可是后来他独立参选 他又凭着说 他以前有参加这个太阳花学运的经验 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他要从政 25岁没有任何的背景 当选了宜兰县的现议员 还有一个积极政的政长 积极政的政党 这个姓陈也是一个年轻人 本来是在台北工作 后来回到家乡 自己的家乡积极政 结果呢 他这个要跟这个 现任的一个政长拼连任 那大家觉得说 那我抠零啦 积极政的政长 现在南投的 南投县的县长 以前就是积极政的政长 就觉得说你那我抠零 结孝脸 那我抠零 动参订 结果他参选 也当选了 还有一个中立市的一个议员 他就是在脸书上面 有一个我是中立人的一个 脸书的一个粉丝团 结果呢 这个大家觉得说 你在脸书上面 弄一个粉丝团 然后大家回来按赞 就不一定是中立人嘛 结果他就凭着说 脸书的这个粉丝团的 这个网站 吸引了大多数的 这个年轻人去看 那这些年轻人也会拉 所以说如果你有朋友 是住在中立的话 要帮忙这一个年轻人 结果这个年轻人 也当选了这个市议员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年轻人 这个在现在 在这个阶段 不管是这个太阳花 旋御也好 或者说这个之前 这个从这个 这个野草莓也好 累积下来这些 都是国民党 他们没有办法去掌握住的 所以说这个 不管是联盛文也好 或者说现在的国民党也好 你说换一个张善政 那我想请问 张善政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到底这个行政院 他有做出了什么 是有利于年轻人 不管是网络也好 或者说这个 对这个年轻人 成家就业 或者说买房子太高 这个房价太高的问题 他起码有讲 他说他要把晚君 跟年轻人放在心上 放心上 放心上不代表说 你真的会 这个很重视他们 因为这句话 大家都会讲嘛 可是人家要看说 你真的是 做出什么东西来 那我觉得说 我引用这个 李彦秋他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国民党 真的不知道 精细是何系 因为你看说 从这个连胜文 他出场 站在后面的是谁 都是他的爸爸 他的副职辈 都是这些国民党的高官 请问一下 他们懂得什么是网络吗 他们懂得什么 是年轻人的心态吗 我们看这一次全民 在这个投票当选 大家来看 用选票来惩罚什么 来惩罚这一次的国民党 来惩罚马总统 结果呢 马总统回过头来 昆布我们看到什么 他用毛治国 来严惩全民 其实这里头 我觉得有一个端倪 大家不妨仔细去回想一下 在不管是中常会 或败选之后 马总统的谈话里头 他说啊 他其实觉得自己 好像应该是没有错 他认为说 是他的改革太慢 没有办法为人民所接受 但是我们这边就要讲了 如果今天啊 包括晚君啊 包括湘民 包括这些年轻人 都不买账 搞不清楚 苏培是产品不好 还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我想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而且夸的越来越大声 这样子想说换个人就可以 让大家忘记这个产品 基本上不好 其实刚刚昆峰讲到这个 惩罚国民党 主持人讲到惩罚国民党 这一件事 我举我们大安文山区 很多里长的例子 我们很多的里长 大约都已经在地方服务三四十年 可是这一次 因为全部都跟国民党挂在一起 而且他过去如果他的形象 他在地方的形象 如果他比较偏向国民党的 这一次几乎全倒 全部都倒 我举一个例子 是在一个政大 在我们那个政大一个万行里 民进党有一个民主小草 一个年轻人 他二十几岁 他是一个律师 他一直都还在选举前 他也一直都还在工作 一直在上班 一直在律师事务所上班 他只有利用晚上的时间 去这个选举 但他一举打败 现任做了三十几年的里长 为什么 只因为那个里长 他挂的国民党 所以这一次我们去仔细的分析 如果是因为大安文山区 其实大部分的里长 其实都是国民党 但今年有很多的人 其实都是同而竞选 没有人竞选 但如果有人竞争的情况底下 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里长 全部被还掉 为什么 因为大家在不满意国民党的执政底下 全部一起在选举 在投里长的时候 一起来惩罚了 胜任的里长 那我觉得说 马英九如果到现在 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 大家今年的投票 就是对于你完全执政 完全的不负责任 而没有一个反省的话 他继续用毛治国 想说内阁改组 反正我随便换一个人 就让大家觉得说我有诚意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一定不会让民众买单的 而且接下来非常非常快的 这个马上立委又要补选了 马上2016年的总统大选 立委大选又要到了 我想民众一定会非常快的 快的就是再去用选票来教训他 我觉得姜仪化其实在 在他这个担任格魁的时候 面对了几个事情 其实他都没有正面的去回应民意 比如说黑心油 油电双掌 核四问题 其实他明明知道民众不希望 比如说核四的部分 这么高的民调 希望他核四不要改 但他还是遵从了马英九的意思 还是继续这个应推 然后之前说要公投 后来又公投又不行 然后这个赶转的有很多的 就是还是呼应马英九的做法的部分 我相信都是用这个 这些部分让大家其实就觉得说 那你这个 你隔回还是没有呼应到民意 那你就是马英九认命的 所以我在这次选举里面 我就一并的惩罚你 那毛治国的部分 毛治国的部分到底能不能去回应这个部分 刚刚这个胡大哥有讲 食安的问题 其实这一次我真的觉得食安的问题 是国民党重创的一个原因 我们大安区国民党过去的投票 就是过去大安区的在议员市长的投票 起码都有七成 这次只有六成一 只有六成一的投票 显示大部分的国民党是都没有出来的 我自己在地方跑的时候 很多的人问我说 简小姐你告诉我 现在上面这些有 哪一罐可以吃 你告诉我 你只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就好了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马英九没有办法告诉我 行政院没有办法告诉我 没有任何一个行政官员可以告诉我 那现在毛治国 他身为食安小组的成员的领导者 他现在来当内阁 格魁了 他是不是能够呼应这一个状况 如果食安的问题继续不解决 而毛治国也继续当一个财团贵族的利益代表 的话那我相信很快很快的 2016年就到了 我想人民会继续用选票惩罚国民党 所以议员刚刚举一个例子 挂国民党这个领导没选效 只是因为他挂国民党 所以跟他本身的能力是无关的 他可能过去 他的在领导服务上面的成绩是非常优异的 OK 接下来这是立委的选举 再来就是方言在2016来 结果委员 现在令国民党立委自己本身 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毛治国 觉得这是换汤而不换药 你怎么看 接下来是立委选举 毛治国组阁以木已成舟 没有办法再改变 虽然很多人在笑骂或是冷嘲热讽 说哎呀不用脑治国用毛治国 不管怎么样 那显现大家对他不看好 那现在当然我们只能面对了 王院长兄都已经上来了 你只有面对嘛 那不过马总统用他有一个很重的背景 就是总统在辞职的声明当中特别强调 就说这个团队要更加团结 莫善的团体羞灰了志气 那换句话说希望大家都不要走 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啊 那你不要走 就像赖斯堡有讲说 那既然这样那干脆江一块就不要走就好了 干嘛还要种植 然后变成肿瘤呢 不过我看到很多人有意见 就是说包括司马文武江春兰先生 他是我们国民党委员江启臣的叔叔 他说好像七个小矮人 他指的是七个副主席 为了所谓的白雪公主来跳舞一样 是有一点点讽刺的味道在里面 不过感觉到好像不太被大家看好 那我们看到的不管是丁守中委员 他过去相稳重啊 马总统在选举的时候还跟他 我说党讲的是党内出钱还投给他呢 就他讲说哎呀你看 这个是不是就要把这个政权啊 过度啊给民进党 因为他是叫做看守内阁嘛 是不是看守干脆就要为民进党 然后李庆华也联署了三十几个委员 他说你看联署以后他不接受 好像对这个三十几个委员直接打脸 我那一天昨天党人到位晚了之后 我跟李庆华委员跟他道歉 我说啊庆华兄很抱歉 他打了三次电话给我 我接到电话我说我在想我在想 后来我没有联署 没有联署并不是不支持彭华兰 我跟他讲说我知道你的用心 但是我认为签的是白签 我认为是白签跟分区不分区不重要 我们推荐谁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因为我太了解总统的个性 还好我们联署不然也是被人在打脸 马总统是问过彭华男啊 对啊 然后再问彭华男一大堆人 还有吴一生 这相当挺马英九吧 他也觉得非常的无可奈何 他说啊 这个觉得非常的遗憾 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 包括赖斯堡 包括李静华 还有丁时通 我刚刚讲过了 我今天讲一个指标人物 龙应台部长下台 他为什么下台 他下台跟大家道歉 跟他里面部内同仁道歉 虽然只是跟部内同仁 他其实有隐含的跟大家道歉 意思 可能我个性也好 做得不好 请大家能够谅解 他讲过一句经典 明显大家忘了吗 部会轮流失火嘛 这个部会已经实验了好几个 好几年了 大部分的部会所长好几年了 好坏都已经知道了嘛 那你全部再留下来 你说他以后未来会表现怎么样 那其实啊 以可想而知的啦 我现在并不是在批评 因为一直批评也没有用 为什么 目以成终嘛 理论上我们要给他支持嘛 那但是我为什么要提这一段呢 就是马总统其实 因为之前受到这样的巨变 那我们整个选战选得这么差 他可能内心上也是相当焦虑 不安 甚至没有安全感 他没有安全感当中是想说 他糟糕 那全部散掉 我怎么打仗啊 所以他只能把他原来的铁位部队 call的更紧啦 就是这样子啊 就好像一个人喔 你发生一些意外或是冲击 或是一些好像一些失败之后 你要把你仅有的东西抓得更紧 这他心态反射嘛 所以我也不能怪他 那理理确确啦 你说现在换谁呢 真的 你说大家像觉得可以的彭华兰 他不愿意啊 那有人讲说 那干脆是不是我们金普中 王会秘书党 他还接任也很好啊 我觉得他至少 还比毛泽国还好啊 他至少有那个sense嘛 可是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愿意啊 我感觉啦 我好像说这么多人 找到最后他就 对他来讲是安全牌 可是我要讲 马总统的安全牌 他是不用在选举的嘛 可是很多委员都想说 我们还在选啊 每个人都要希望 要从这个风暴能够死里逃生啊 四季委员他打他的安全牌 那么接下来的立委选举 你们在国民党立委 自己本身的考量是什么 我的看法很简单啦 未来立法跟行政一定是 我不能讲分田抗你不好听啦 就说你行政院提出来的法案 是福国立民的 那当然大家都支持嘛 没有人敢反对嘛 如果说大概一半一半的 民党反对 那我们可能会看着办嘛 如果对整个民间来讲 风平还不好 党团队在昨天都讲啦 三分之二以上的立委 如果觉得这个不能通过 一定会跟行政院对干嘛 那你想 那些所谓的争议性的法案 最近他们推出那五个大目标 马中总觉得很重要嘛 可是就这些党籍立委来看 他们会不会觉得 因为民间的争议很大 不是我们争议啊 民间的争议很大 你叫我们怎么做呢 做我是很担心的 我是不允许立委 其实我不选的也没有关系啦 说实在话 可是因见不远嘛 民进党在上次阿扁 下台那次 本来八九十席 甚至二十七席立委 那是一种雪峰式的失败 大家你再怎么优秀都选不上 为什么这次北部是最安全的 理论上是中南部要紧张 要像张家军 他不选 他这样怎么选下去 你说他不选 我可以理解 北部照他来讲很稳的 大家都下坏了 那你说下一次 怎么来面对呢 所以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们希望至少这些保住一些 真正为民众 为国家 为社会愿意做事的立委 不要真的 万一到时候 国民党 硕国仅存没有几个 没有我不是乌鸦存 我希望选得越高越好 照这个态势 要有翻转的那种转力点 没有的话 我觉得不晓得怎么 这张不晓得怎么打下去 要翻转 你们都期待要翻转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马逗东他依旧手上握紧着 是那个权力 他还是不放手的 其实如果大家有家人 不管重病或者是年纪大了 有肿瘤的经验的话 像一些我们长辈 医生都会建议说 这个化疗也不要 然后开刀也尽量不要 用安宁疗法 让他自然的 最后能够顺顺利利的来离开 但我们看看 现在的内阁这种肿瘤的话 黄卫元 这个一刀下去 恐怕人家说 不是说只弄垮国民党 可能整个国家都要赔进去 民进党怎么看 甚至连陈长文都说 总统你干脆连总统都辞掉好了 让小英那么爱当 就让他来 民进党怎么看 这是一个阴谋 还是说 这个有一点好像说 好吧 你才给你来 郑峰我觉得其实先要回到民进党立场 民进党不时接来时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要在选举里面 正正当当的让人民接受 而不是说 我不玩了 我不玩了 让你玩 不是这个样子 您刚提到这个安宁疗法 安宁疗法的意义是在 因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要时往下 所以让这个病人不要再痛苦 不要再 不要再这个化疗掉头发 整身痛苦 不要再打马飞 不要再痛了 让病人不要痛苦 可是如果这样的想法用在内阁上 而且用在剩下了一年多的任期上 变成内阁不痛苦 全民痛苦啊 可以这样子吗 我觉得其实刚提到说 这个内阁是 总值内阁变成肿瘤内阁 或者变成肿瘤内阁 我们不知道了 但是剩下一年多的任期 要看他们怎么表现 可是如果有人说是换汤不换料 换汤不换药 再留下什么 留下一锅票房毒药 那如果有人这样讲 事实上没错 因为刚刚纪委员你说 赖斯堡委员 算是国民党委员里面提满 委员最核心的 他会觉得说 如果是这样这群人继续搞的话 那江院长何必止呢 就不需要止了嘛 那还有一句话 你还有这讲 说形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 这搞不清状况 叫做以管亏天 以黎策海 后面再加了两句 再哭说了两句 以真夺马 你真的看到马英九来 赶快夺 要不然真的被他拖累 可是还是被马英九拖累到了 还有一个以毛治国 你找毛治国来 这样子真的治得了吗 我真的觉得其实 给大家做一个比较 马总统真的有诚心 要把这个内阁做好 这个张善政 这个他副院长 副院长 副院长他讲了 说马总统说 如果你say no 我们就通论要跳海了 所以希望你能留下来 马总统对一个副院长 是这样子恳求 拜托 而且是动之以情 说之以理 真的是文情并茂 对毛治国是这样子 是你12月2号 就到他家去处夕长谈 剩下纸留了半天 可是人家也问了彭怀男啊 可是对彭怀男这一通电话 喂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毛治国要当院长 我理对话说 喂彭总裁吗 你好 我是英九 然后这个请问 这个总词 请问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留下来 你要不要当院长 彭总裁一定讲说 这个请总统令请告免 好谢谢再见 可能是这样子 你对一个副院长 你跟我说 先生不出 可以 这个就完蛋了 我们国家就完蛋了 然后所以说 你如果say no 我们就要跳海了 对毛院长 准院长 就去敦请人家 可是你对一个 大家都束缚 众望 朝野都支持了 你确实用这样一个电话 你说 这个彭怀男会接受吗 更何况 他是明显 就马总裁 透露这段秘心 主要是告诉大家说 我有回应名义 是他 我有邀请他 是他不要 可是时间续就兜不起来了 你怎么兜得起来 你二号就跟人家讲定了 三号再打一通电话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彭怀男 他给立委的一封信 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讲说他是三号 三号早上九点 这个他给马文君 纪委员没有联署 他可能没有写给你 但是这个彭怀男总裁就讲了 他三号早上九点的时候 总裁打电话 你要二号就跟人家讲好 所以我觉得马总裁 用这个心态去做 他连这个东西还演出戏 而且演得不像 让人家抓包 你说这样子的情形 让人家心里 觉得马总裁真的有诚意吗 另外 我们对新的毛内阁 事实上有期待的 可是过去 毛副院长担任 实案小组召集的人的时候 大家黑心实体 解决了没有 毛副院长担任 物价稳定小组召集的人的时候 看到没有 新的 这个油价已经降了11%了 可是11月的外食涨幅反而是扩大 这个物价稳定小组 你有办法做吗 老百姓真的 我说真的 内阁制 总统制 我们很关心 因为关乎国家长远 可是最救急的 最紧急的 民众感受最深的 就是民生 你有没有办法做好 我觉得其实 从这里看起来 是让人家真的觉得毛毛的 最后 国民党我们真的是不敢寄望于这个新内阁 但是要寄望于国民党团 国民党团讲的很对 国民党的决议 未来重大法案 要先经党团同意 如果国民党这不是造反 这是虽然够死命了 因为大家对于这样子的内阁 事实上不抱其望 所以真的有利于国际民生 对不起 请先到第一 因为第一线立委是直接面对民意的 请先经过国民党党团 可是国民党党团敢吗 还是真的说假的 说一套做一套 你有原则真的敢吗 我真的不知道 告诉你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 我觉得马总统 他这一年多 他经过六年多的执政 也知道是踢到铁板 而且行有不得 虽然不管有没有反求租籍 但是他应该可以体谅 这些立委 其实内心相当焦虑的感觉 未来他只要提出的法案 假设在民间 激起很大的争议 或是反对的话 我相信这些委员 一定要跟民意站在一起 然后跟总统说 总统实在很坏事 我看我们只好暂时 降在外 大义灭亲 不是啦 降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嘛 因为你在外面打仗了啊 国防给你下一个错误指令 说好 我都在外执行 那你就死了嘛 跟后委员 放心同意 不是我真的觉得其实 纪委员 如果你要这样 他坚持哦 玩真的不能玩假 真的 我只要很期待 我们也期待国民党党团 因为真的把民意放到心上 党团有志 我们也期待 党团连总统都不一定听 怎么会听你们的话 如果民意跟党艺一直在抵触的话 两位蓝绿对内阁制 监狐大哥也听懂 民意为一归 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同意的 支持内阁制 内阁制你们同意有什么用的吗 马总统四年前就同意了 重点他没有在做嘛 没有在做嘛 所以我的看法 你嘴巴讲同意啦 你要回去误问小英 看他同不同意 小英已经讲了 这个东西我先让他讲完 这个东西你把它拿到以后 有些时候权力就舍不得放 好好好 所以我的看法 事实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制度是很乱嘛 继非总统是 最主要是总统是 有权不是无责 无人监督 好来 欢迎接下来回答 我觉得是要 我们也寄望于国民党党团 但是我们也寄望 必须要寄望内阁 因为权力在他们手上 内阁不要用这种心态 来去匆匆向上撤准 怎么样 你把这样 把国家的工序 这个部会首长的职责 的职务 当做夜狐吗 还是 你有没有那种五日新造的心态 三日新造的心态 反正我来一下就走了 那你真的想好好做事吗 张张正也说了一句 要把晚军年轻人放在心上 反年轻人放在心上很好 如果他到现在 还是认为说人家是网军 是对方 民党没有网军 请问这个网军是谁的 不是 是很多年轻人 或很多上网的人 他表达了心声 他不是网军 他不是对抗这个内阁的军 他如果把他想成军 那真的是错大错特错了 新民党的立场跟态度来 我们刚听到两位民进党跟国民党分别的看法 其实不要太苛责国民党 纪委员我要替国民党讲一句话 以前马金体制以前的国民党是没有错了 是对台湾有贡献 我要再重申 马金体制的国民党是搞得一团乱 你们的马主席 马总统都已经讲了 国家总路线没输 还有自由开放改革也没输 奇怪你换什么内阁呢 你既然都没有输 那我挤出两点 第一个国家总路线没输 政治体制搞成杂乱不堪还没输 第二个说实在文官制度 你那个右右排的 吃没什么东西 就做户必输 这个没有乱掉吗 文官体制没有乱吗 所以这些东西 他说国家总路线没有输 第一点 第二点 自由开放改革 他也没有输 台湾人民凭护差距这么大 民不聊生 生活一天比一天苦 食用有一天比一天堵 还没有改革 还不够慢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不难看出来 他的隔魁 用这些江仪话 江仪话 用江仪话的时候 我就常讲过 用江仪话是真的江怕怕 他做什么事情 只听马英九一个人 所以他不管民意 不管百姓 你的时候 他才不会列入 他施政的重点 这个就是江怕怕 那现在又来 用一个行政宴长 叫做毛毛 更毛毛 人民更毛毛 他更不会听人间疾苦 所以我认为 国民党他既然两个方向都没有 他干嘛要道歉 其实我是觉得 现在的百姓 在乎的 说实在 国民党有没有倒 大家也在讲 国民党来倒台湾 是这个最后来说 1949年都不会倒 对啦 所以其实平常这样 人民在意的 是 马金体制 可以整垮国民党 请马金体制 不要整垮 中华民国 这是大家在乎的 所以说实在 今天你说毛治国 说实在的 我只有看他 国三在宜山的时候 说那个兵柜 整备好了 我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没有同理心呢 如果你的家人是在 埋在里面 是第一个 如果是我们宋 宋楚瑜 第一个讲到 先抢救 72小时的救人 怎么会先想到 没用了 马上 那当然是贴切啦 可是 有没有想一想 这些百姓 他的感受是什么 第二个 食安的问题 这么严重 他说他家里面 没有买台湾油 都是从加拿大 墙那个进口 请可想而知 他现在来接这个隔魁 他秉存的 马总统所说的 他大方向也没有错 他改革也没有错 那他没有错 他当然就将错就错 请大家不要指望 现在毛内阁 可以为百姓 做些什么事情 那我还是要呼吁国民党 真的 如果要有火混黄的 一火重生的精神 请大家现任的立法委员 内阁制也好 或者这个行政院 送来的华案 是只要跟百姓 没有站在一起的 你们火结调 你们有没有那种尬师 你们要不要闲 你如果 是没有这种改革的决心 我相信 到最后 2016 立法委员 包括中央的总统 说实在的 我 我也一呼 我们邀一鸣 邀老师 说会出50万 我会 引用胡大哥一句话 也是会输到痛苦 我补充一句话就好 因为还没上台 我们希望给毛院长 一两个月时间观察看看 如果真的做不好 我就跟着大家一起痛疲 可是他当副院长的时候就这样子 他当院长能够有什么期待 他有些时候人会改变嘛 可是这个人的个性 哭哭会逢春嘛 看会不会老公开花出来 他当官已经当了二三十年 你也希望说他两个月有什么改变 很难 这是一个国民党列委他的期待 来各位我们再想 是不是现在把2016政权 直接送给民进党 是不是这个样子 好 其实大家看到现在政权 如果说国家变成这样子的话 民党现在也是捉襟自责 为什么他觉得一切好像有阴谋论 我们这边讲到了 陈长文也建议说 干脆连总统都辞掉 双辞嘛 其实这篇文章都 利宏 他可是有一点带一点嘲讽意味的 说什么 你蔡英文你也不敢 我说过陈长文的文章 其实不值得谈 因为他能够混到今天 马英九是他一个最后 他背后最大的一个助力 包括他的客户们 他能够有这么大庞大的客户群 他每年可以缴这么多的税 马英九是这几年能够帮忙他的人 所以他出来替马英九写这些文章 只是在投桃报李而已 所以陈长文章其实不值得一提 但是他确实是马英九的权力核心的一个 算是意见的 这个算是先是 应该叫做摊头的 这个摊头宝吧 或者是是一个意见的 先是出来表达做 我是代表马英九的人马 或者是马英九的意见 我们来看 就是说刚刚 胡同心吴大哥一直在提到说 到底顶星谁敢对付他 也一直呼吁说 这些新的县市首长 要冻结顶星的这些所谓的资产 我想 胡大哥你要失望了 这是今天最新的新闻 101的股权顶星当年用70亿台币 别忘了 那70亿台币是台湾人民的钱 是他用那个所谓的康师傅 在香港的这个所谓的TDR 那在集资用台湾人的钱 其中70亿去买了顶星在101的股权 结果现在101股权卖掉了 卖了251.4亿 赚了190亿 还大赚190亿啊 顶星不但没有赔钱 还大赚其钱啊 你要看是谁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当然是现在的执政者 他哪怕你 说实在的 现在大家骂这个毛治国内阁 觉得失望又如何 对马英九来讲 权力还是在我手上 别忘了 不只是行政权在马英九手上 连党权到现在都还在马英九手上 虽然吴敦义当代理党主席 但是党务系统 马英九用的主管 没有一个更别 换句话说 现在吴敦义只是一个马英九的人头 就来看说 在明年1月底 到底有没有国民党 真正的这种所谓的后起之秀 或者是真的想要救国民党的人 要不要来争取这个党主席 能不能当选 如果没有的话 我必须讲 马英九还可以继续当党主席 当到2016年 他实质掌控国民党 可以到2016年 党政一样在他手上一把抓的情况底下 今天大家所期待的 所谓要修宪 国民党要放弃党产 以及所谓的降低投票门槛 岁数的这些所谓的限制 变成18岁 等等非常多的这种新的概念 不好意思 权力 以及那个钥匙 都还在马英九手上 换句话说 胡大哥刚刚讲的 说下个礼拜有重量级人士出来 怎么样怎么样 废话说 你在重量级 你在在野党的立法委员 甚至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大声呼喊 不好意思 那个钥匙 在马英九手上 他要动 动一下 他不动 你耐他 没法度 你无法耐他 这就是我一直在担心的 我说 大家在讲看守内阁 各位 政治学队看守内阁是有定义的 什么叫看守内阁 假定说 以前以我们中华民国 新的体制来讲 三月份选总统 五月份交接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两个月的时间 就是叫做看守期 旧政府 就是最后这两个看守期 就是这两个月的是看守期 一般看守政府 就顶多两到三个月 没有 没有这种一年半的 一年半的政府 叫看守政府的了 没有这一年半的 叫看守内阁 这个根本就是摆烂政府 就是摆烂 也就是说 本身权力在我手上 你咬我 对不对 你不喜欢毛治国 我就是要毛治国 怎么样 张善政 又如何 这些人哪一个都 我告诉你 这个名字换一换 换来换去 都是马英九了 其实内阁的 从院长到副院长 到最后一个 所谓的部位 全部都叫马英九了 都是他派的了 你想想看到什么时期了 连张善政要任命 都得马英九打电话 说你再不接 我要跳牌 这代表了 马英九到现在 还在操弄 他不让 他其实也不让 那个毛治国主导了 都还在自己在弄 一如江一化内阁 一如江一化之前的 这些所谓的 所有的部位 都是马英九在派 所以各位 这才是我担心的地方 就是说 你 我们期待说 台湾或中华民国 在2014年 对国民党 有这么大的一个 教训的力量 到底国民党接不接 马英九 接不接这个新的名义 看起来不接了 他也不怕你 你能搞革命吗 你告诉我 谁敢搞革命 谁敢再给我上街 没有用的 对他来讲 握拳在手 这才是重点 好 张善政说 哎呀 反正这部会首长 就好像上厕所 来来去去 你的上厕所 对我们人民 可是大负担 各位你知道 江一化当多久的 行政院长 当一年多吧 一年九个月 好 一年九个月 你知道他就这样子 过个水 当个行政院长 你知道他可以从我们 国库领走多少 退职金吗 一千两百万 一千两百万 他来上厕所 我们就要付 一千两百万给他呀 你知道吗 接下来 好 很多台大的 这些校友 或者是台大的学生 抵制说 叫台大不能 让江一化 回学校 甚至还 民间团体 人民团体还发动说 所有台湾的大学 不要用江一化 不好意思 江一化不会在国内 他也不会想回学校 江一化会外派 会外派 拿着一千两百万 以及优惑的外派的 每年至少六百万 新台币的薪水 他在国外 舒服得很 这就是听 马一九话 的好处啊 你知道吗 听马一九的话 他可以 他可以下半辈子 不需要当老师啊 你当教授 台大当教授 能够领多少退休金啊 七百万吧 是不是 人家才几年过个水 一千两百万 还可以派出国外 还可以继续再领 你告诉我 江一化 爽不爽 爽啊 对不对 所以 我必须讲 我们大家在那边 骂了半天 我告诉你 权力就在马一九手上 你对他 莫可奈何啦 这才是我最生气的 最难过的 我们期待的是 这最后的一年半 台湾不能空转 我们有没有力量 可以推动一些 进步的概念 把进步的概念 能够在这一年半里头 帮助台湾经济提升 帮助台湾稳定两岸关系 帮助台湾能够 我们把这个长期以来 切身为民的 这个中央政府体制 那种像马一九 这种非常大总统 甚至当皇帝的 这样子的一个 没有人监督的总统 我们让他变内阁制 这些都是可以讨论 都可以做的 请问马一九有理你吗 完全没有回应啊 马一九在摆烂 他宁愿让中华民国 从此更烂 但是他真的会回应 大家的诉求吗 不会 这才是我觉得最生气 最难过的 而当马一九继续摆烂 到一年多之后的 2016选举 几乎可以断言 国民党绝对会被政党 文替 绝对会被政党文替 但是 这一段 一年多的时间 一事无成的马政府 却会让台湾 不管是政治跟经济 都会出现严重的伤害 马一九是历史的罪人 他也会是国民党的罪人 胡大哥 2016政权 直接送给民进党 不一定 我不认为 百分之六十三的民意 这个礼拜说 希望第三组再马出来 为什么民进党 战战兢兢 如履 博冰的道 不一定 千万不要这样想 农运台部长卸任的时候说 他过去几年是在水泥地上种菜 愚蠢嘛 你要在泥土 怎么在水泥地呢 说你是方向错了嘛 做正确 做更好 不断突破 表现突出嘛 这管理原则 政务官 第一步都做错了 我不想谈政党文体 那不是我们关心点 我们是媒体工作者 有必要 向掌权者 包括在野党 说出真话 我们有机会责任 说出政治人物 做不到的事情 今天情况其实是满洲末年 满洲末年的最后一次 内阁改组 那时候已经金公十两了 慈禧也死了 光绪也死了 皇帝三岁 溥仪嘛 结果呢 内阁一改组啊 全部由满洲的贵族 亲王子弟兵自己出任 内阁 到几天就革命爆发了 很简单嘛 今天情况在此 当代革命 用选票就可以革命了 这就是生物学说的 近亲繁殖磁胸同体 全世界就有从近亲繁殖 退化成磁胸同体 印尼的科莫多岛的科莫多龙 他就是在岛上称王称霸啊 就一种啊 所以他最后只好DIY自己做啊 今天的情况啊 那我想起我在那时候出高中时候 美国的反战风潮 那句口号太清楚不过了 显示在这一次 林信任高投票率 再也不要相信 40岁以上的人 所说的话 对任何政党都一样 海啸来了 这一次的选举直逼海啸啊 海啸来要往山上跑啊 我们看到国民党 一个一个扑通扑通往泥浪跳嘛 都在跳 内阁叫不动如山嘛 年轻人说 被出卖的未来 我们要找回来 我们要自己主宰 才是目前的主轴 我想起这个黑泽民啊 我也喜欢看他电影 他晚年啊 拍一部最重要的电影叫 梦 Dreams 描述他所经过的 日本近代史的六个阶段 其中有一段对话最精彩 有一个日本战后出身年轻人 看到山洞里面 有一个日本的皇军啊 在一个连队 从山洞 踢正步走出来 对话 年轻人说 为什么你把我们日本变成会戏 那个指挥官一双对话说 我们 愧对日本年轻人 所以这位指挥官啊 都画着黑圈啊 黑光表示死亡者 最后说 向后转 前进 我们这一带 统统走入历史黑洞 这是国民党今天写照啊 还有国民党吗 根本没有啦 尸骨不纯啊 整个时代结束了 赶快求生了 不是只对政党人物 如果你还保持那个旧思维 网统世代兴起啊 年轻人用选票出来革命啊 只比1968年啊 法国日本 欧洲所展现 美国都一样 我们感受到了嘛 那时候我们还是十几岁啊 现在感受到 只比1968的 法国革命嘛 戴高乐都下台了 戴高乐是提早下台啊 两大诉求 我再预告 下礼拜 一定 怎么是狗会火车呢 恐龙哪要吞噬人家啦 一定有人提出 修宪内阁制诉求 内阁制 至少可以公平分配资源 总统制 赢者通吃嘛 这规则要改变了 第二 两岸一定要新论述 过去二十年 两百万人死亡 四百万人产生 已经手头出现了 新兴名义要求 重新论述两岸 我说这样 以两岸和平 其他九二共识嘛 习总书记 希望你听到了 我是很真诚的希望 我们是为台湾着想啊 马总统已经没有了啦 忘掉他 我跟他谈都不谈的啦 我们下个国事会议 重新诠释 宪政架构 跟两岸关系 最重要 毛内阁 我根本认为他走不进去啦 他想像毛泄压横着走进去 我知道啦 我是柯总招委让你进来吗 柯总招 你不要待户指手 那时候 再请公多备啊 王金平院长出来 主持朝委协商 协商出新格轨 很简单啦 这有什么困难 今天真的国 民意在国会啊 在县市政府啊 对不对 中国时报头把头来说 输的只剩总统府啊 那总统我叫做护工博物院啊 马总统我是很真诚讲 我再三讲 你可以请假出国 或者回母校当谎问学者 这名义还好 这是给你个全身而对机会啊 由吴敦利来须军带领 从国会来重新来整理 重新出发 我这番凯切的说法 是站在台湾利益 全民的利益来思考 如果我再三跟你说 你不赶快出国的话 看看陈水本今天的状况 我竟然看到图书说啊 他手在抖 没事就尿失禁了 对不对 你要这样子吗 你要像马永诚一样判20年吗 你要像赵建民父子一样判6到9年吗 你有三个案 要不要我强调一次 美河案 山中案 黄世民案 这三个案 我再三说 检察官啊 都是在看舆论风向办案的 那时候如果朝野的人士 以及媒体说 把他收押 保证收押 你难道不是这种处境吗 我是好意跟你讲 说给周美清理事听 如果为了清理着想 把我的建议好好思考 不要倒是一个更大的海啸来 你们乃英九 这个内阁也不过是海啸下面的泡沫而已 这是我的结论 海啸下面的泡沫 好 胡大哥的提点 来 刚刚我们胡大哥给到王金平 各位 别忘了 我们现在来看 马王官司还没有结束 所以马王斗谁可以胜出 好 这里头啊 其实大家看到 自从去年九月政争以来 我们看到这一年来都 不仅国民党空转 现在空前的大叔 刚刚啊 胡大哥说 国民党都没有了 其实我们现场还有一位 就是我们的纪委员 纪委我们要想到说 不管今天讲再多的议题 当然总统是合法的 被我们选出来的 今天说要逼他 包括流放或什么 这些都只是我们的想象 但是包括内阁制 还有宪政体制 还有两岸关系 刚刚这些这么重要的点 国民党团的意见 现在包括您刚刚也提到了 未来一些行政院的一些法案 必须要先来知会国民党党团 这个是不是体现上 你怎么看 关键人物还是在王金平 你就从王金平院长 其实他也是非常小心 谨慎意义的人 不闻不问不言 你看 他说你什么事情 不要来问我 有关你党主席的事情 他指的是党主席的事情 可是他看出他现在的态势 几乎未来可以想象一年半 大概几乎是以立法院为主体的情况 他第一时间抛出 证手税 倒入条款 可以废除 他过去从来不会这样子的 那是行政院的职权 立法院怎么可以越主代保 怎么来处理 可是很简单 他丢出现在由我们来做主 你看那一天股票大涨一百多点 有人讲说会不会是发布新内阁 然后庆祝行情 我说怎么可能是庆祝行情 所以显然王金平院长知道自己的立场 那现在所处的位置 然后他的重要性 那未来当然过去本来王院长就是一位善于调和顶案的人 不过他一路走来 总是不管马英九总统对他的态度怎么样 我觉得他还是从来没有口出恶言 不过这个民意在哪边 风向在哪边 其实他是知之圣言 不过还好 我相信王院长一定是以天下苍生为念 不然为什么连战讲他是上金下瓶呢 就是说他其实有一颗慈善的心 那只要未来你站在民意的这一端 然后不管谁 不管哪一个政党主 他主张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要坚持 因为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严重 我们这段时间以来的错误政策太多 不升美局 那你说怎么办呢 你说这些官员有贪污 没有啊 不要说没有啦 至少你没有抓到就不能讲有嘛 可是这些像学这些学者内阁 这些教书内阁 这些博士们 你看给我们带来这段时间 是整个民生的一个 可以讲不要讲说凋敝啦 大家生活非常困苦嘛 然后有总统刚刚国臣兄讲说 对啊 他讲总路线没错啦 自由开放没有错啦 我说实在 我实在很想问马总统说 总路线是什么 你要跟我们讲啊 说实在我还搞不太清楚呢 自由开放快乐都知道嘛 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另外一点 好 不管对跟错 民众在乎的是你的路线吗 民众在乎的是我的生活比较重要吧 我念过书 蒋中正先生讲过一句话嘛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嘛 生命的意在创造宇宙剂起之生命嘛 就是说你生活跟生命把它弄好 把相对来提升这是政治最高的理想跟目的啊 你把人家生命搞得生不如实 或是把大家生活弄了一团糟 你的路线正确的笔直哦 也没有人理你啦 所以显然他还没有还是搞错 为什么这一次民众又选票来抵制 来拖去我们嘛 所以显然问题不晓得出在哪里 这才是糟糕啊 所以我现在想反正马总统他说他听到了啊 他听到了啊 那听到是可能是是听到没错 但是一下子怎么改也乱了方寸 我说实在有些有些说这两天 我大家都一直在骂马总统 我说实在我回想起来是觉得有点可怜他 他也不是说真的把他搞得不好 有些时候只是说这时候你叫怎么办呢 那我之前是坚持啊 你说哪一项改革真的是为了自己呢 不是啊 也是为了我之前所主张的 我坚持所谓的大事大非啊 那公平正义啊 问题是你在公平正义大事大非民众不买单 我告诉你你再好的政策 如果民众不支持 大家感受不到你的善意 都不是好的政策嘛 好那现在至少把这一块决策交到立法院这边来了 但是万里行政会不配合呢 也是空转哦 我很怕就是说你行政还是好 我自行歧视 反正呢 今天我毛院长我就是总统府的执行长 我不管你 我倒了不起 你看他大家都知道毛院长这几十年来 他的态度 不要说我认识的 昆丰你们认识比较早 那至少我在立法院跟他相处了十几年嘛 我怎么不知道他行事风格呢 他是大条不甩的啦 他管你什么官不官 对不对 看长官的颜色行事嘛 所以他这态度 我七十几岁的接这个重担这么重 你要下台下台就下台 我又不是喜欢上台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那是我猜的啦 为什么 假设总统真的拜托副院长张善政说 你不代用我要跳海 我的感觉啦 大胆的假设啦 搞不好就是万一啦 万一毛治国提前下台 副院长就备胎人选嘛 他现在备胎不找好 到时候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既然大家都骂成一团的话 既然骂成一团的话 你毫无理说改成内阁制 那至少要备胎 你看 这时候将一话 这一次将一话 他持的实在是意外事故 你知道吗 谁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持 是看 1129当天看到 怎么会开成这个样子 又到外面去 答应了三千两三千一条 死啊 答应了两三千 我还说回到立法院 现在民进党都来讨了 说这个 江院长开过了之效 是的 我不退休了 所以你们就跟现在这个 民进这个所谓行政院长要 我是半开玩笑 我这个是苦中粥的好不好 我们输得也很痛苦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希望一年半真的不要空转 是老是外 真的还是要以天下苍生为念 所以黄委员刚刚讲说 又一个来上厕所的 又是一个全民买单 马王豆到现在 谁胜出还不知道为缘 所以那民进党外来的布局 我觉得其实 马王院长的官司 大家可以看 这个有兰委 呼吁在党内 呼吁要撤销 这个党结案的官司 王金平院长 请你说表面上说顺其自然 你说王金平院长是当事人 他会说 他会真的是顺其自然吗 看看王院长的律师吧 王院长律师直接逼宫 要求吴敦义表态 你说律师冲那么快 老板当事人讲说 没关系 我们顺其自然 律师冲了 说 副总统你要不要撤 我觉得有这种事 这个才是王院长 心里面的真心的想法 当然 王院长的这个官司 是不是撤了 就代表和谐 我们不知道 但至少代表 马总统总路线 马总统总路线的失败 这是所谓大势大飞 总路线的失败 好了 那我们想请问 马总统 马主席 会心甘情愿说 好了 我离开主席的位置 你们这个代理主席 吴主席 你们要去撤 你们就去撤 你说他会甘心吗 这东西我觉得绝对不可能 也许马前主席 这个没有办法 在完全主导国民党的路线 他至少扯后腿的力量有吧 就是说 如果说 哪一个 我们不管是代理主席 或新任的主席 胆敢去撤这个 撤这个党籍案 你说马前主席不发飙才怪 我觉得这部分 留给国民党的代理主席 跟这个新任的主席 去伤老金 对民进党来讲 我们认为说 老百姓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 刚刚胡大哥讲的很对 百分之六三的选民 的民众 认为说 期待有第三势力 这表示对朝野两党 都有不同的意见 即便我们 即便说你说柯P 它代表一股新的力量 民进党在除了台北市之外 也赢了13个县市 13个县市 原先我们是坐八 看12 现在还多一个13 民党即便是有赢 可是我不觉得说这个东西 就是民进党自己的 自己的功劳 自己已经做到多好 我真的 真的非常 我们必须要很谦卑 你看 我上次讲过了 你把蔡英文主席当选 当选11月29号 那天晚上的发言 他的表情 你把声音关掉 还以为他做落选感言 因为他表情都很严肃了 没有说 真的高兴 开箱命量 因为我们知道 除了感觉尖头的担子很重之外 我们感觉说 只是我们在民意浪头里面 冲浪的人一样 浪来了 我们在冲浪板上冲着 如果说在冲浪板上 喜不自身 玩花式 不小心就摔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应该有这个体认 蔡英文主席 也已经有这个体认 我相信 不会喜不自身 或是说 这个时候就要 要怎么样 我觉得民众最讨厌 最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一副 那种所谓 我说的比较白一点 幕后而冠那个样子 就是说 你现在好不容易 现在民意的起来 并不是说 我们已经 做了百分之百 我认为说 绿色执政 是有好的地方 你说不管是天下 或是这个远界 或者说 其他一般民意的 施政满意度 排前面的是绿色 可是我不觉得说 民进党 所有还没有执政的地方 从六个执政县市以外的 另外七个县市 我们已经做到多好 已经让人家民众 完全说 除了民进党之外 我都不要 不是啊 是因为反国民党的浪潮 所以我觉得 这部分我们有体认 将来在立法院党团里面 我觉得其实 许多民生的法案 一定是跟国民党 有合作的空间 只要对民众有利 对 不要讲马中 那个以台湾优先 对民众有利 不要讲那个 就是对民众有利 我们一定跟国民党 党团配合 一句话就输掉了 没记得 我们一定跟国民党团 配合一起提案 但是不见得是行政院 或是马总统的意志 下的那个法案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承诺 国民党这个里长都输 所以刚刚胡大哥提到 所谓的第三失利 第三队 有没有可能兴起 我们再仔细思考 吴敦毅他演不演这个剧本 都难 是不是这样 常常说 这个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其实毕竟这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 利宏 你怎么看 吴敦毅现在这个尴尬角色 他说他是kingmaker 心里头 不会想当个king吗 吴敦毅之心 路人皆知 吴敦毅想着2016年 这还需要骗人吗 只不过就是 吴敦毅这个人 最近就喜欢扭你作态 你有 打菜箱 我不敢反对 是 对吧 这连老经验的 这个纪委员都看得出来 这个口白是照相的 不要以为这个出不了 是啊 我告诉你 就摆明了就是吴敦毅想选总统 是 记得11月29号 那天国民党大败 我就讲说你看 我那一天晚上我就说 你看吴敦毅的眼睛 他虽然跟着马英九鞠躬 但是他眼睛泛着光芒 很多网路下面就说 这放着光芒都看得出来 不 我就是看得出来 吴敦毅的这种心思在想什么 朱立伦只赢25000票 2016年拜拜了啦 对不对 吴敦毅这么聪明 算一算朱立伦拜拜 哇 那就是完了我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在接代理党主席 第一天晚上 就跟党内青壮派就吃饭了 是不是还讲那个 哎呀你们不要让我当king 要让我当kingmaker 那有 听说有在场的人还出来讲说他kingmaker 那还讲比较小声 还讲说不要让我 你知道让我当kingmaker 我不晓得也许也许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嘛 他想covidmaker啦 是啊好 但是我就讲了说这个人 讲话前后矛盾 情言不对后语吧 你看你先说要辞副主席 接着说哎我不是你退役金 我不选党主席 对不对 好了 就马一九一拜托副主席也不辞了 对不对 那现在还代理党主席 你看就这个人就会让他觉得 那你以前讲那个 这个辞副主席也不辞 也也不想当党主席的这个 这个话 你自己就打 打嘴了嘛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什么叫king 什么叫kingmaker嘛 台湾不罚kingmaker的例子啊 公元2000年的林毅雄 对不对 做求给那个陈水扁当上总统 他有没有鞠躬 没有 陈水扁当选之后 他还不干党主席呢 kingmaker 所以这林毅雄这人格者 人家这位置就确定下来了 不是吗 好 那同样的状况 你不要讲别的嘛 姚立明就是最近的例子嘛 虽然台北市场还不算king 对不对 但是好歹 你想想看 非国民党籍 几十年来 你很难想象说 竟然会有一个 像柯文哲这样的人 可以在台北市拿下85万票啊 12个选区都赢啊 让国民党立法委员 吓到真的 连那种过去勇马 这个马义 只要是下了指令 这是绝对奉行到底的 那些马义立委 现在一个一个跳出来说 我们要自行歧视了 那 你看 姚立明 他就是很标准啊 我不入府啊 对不对 他不入市政府啊 这个讲话 确实啊 你不管他讲话 有没有大声 你现在都觉得 姚立明讲话 确实大声啊 因为 这不居功嘛 也不 不安排 就是不 不安排职位嘛 对不对 好了 那请问 你 你无论意是这种 keymaker吗 不是嘛 其实keymaker 如果就党主席 跟总统候选人来讲 党主席就是keymaker嘛 对不对 那key就是总统候选人嘛 只不就是他能不能当选 这是另外一回事嘛 至少他准 他是准王嘛 对不对 当选之后当然就当了王了 那我们来看 那你前面说你又不当党主席 对不对 你就是不想当keymaker了嘛 所以我就说这个人啊 就单单这两天讲的话 就自己自己自己打嘴啊 我再次强调 虽然已经讲过了 就好像我说过 连胜文 这一次的台北市场选举里头 各式民调做出来 很怪 他就是选民比较讨厌他 讨厌他的选民 低的是四成 高的都多到四成六了 好 喜欢他的选民 大概只有两成出头 我以前就讲过 其实你看欧美 这些先进国家选举的例子 被选民讨厌的候选人 几乎不会当选 没有那种被选民 讨厌的候选人 可以当选的例子 几乎没有 所以你看林生文 这次输得很惨嘛 对不对 同样的 我也跟吴敦毅先生讲 没有一个让选民啊 信任度这么低的候选人 可以当选 你想想看 吴敦毅 他的这种每一次的民调 他的信任度啊 永远都是 有时候高于马英九 有时候低 还比马英九还低啊 信任度这么低的一个 政治人物 你真的觉得说 他即便取得了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你认为选民会支持一个 讲话 真的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实在 甚至白贼裔的外号 在外头风行 白先生已经是成为 他头上难以抹灭的 这样子的一个标记的同时 你真以为这样的一个 人民对他不信赖的人 不信任的人 可以当选总统吗 我说过 也许他觉得 就是刚胡大哥讲的那句话 谁说是民进党一定当选 搞不好有第三组人选 好了 那如果你说 非国民党有第三组人选 这就是吴敦毅的机会来了 但是我说 吴先生你别做梦了 即便非国民党有两组人选 甚至三组人选出来 你也不会当选 你相信我 我也相信台湾的选民 我不相信说一个 一个对信任度这么低的人 一个在党内几乎没有朋友 你要看毛泽国在党内有没有朋友 在国民党里头有没有朋友 其实没有 因为毛泽国长期以来 仰赖上义 上面的很喜欢他 但是他的同侪 甚至他的部署 未必喜欢 甚至讨厌 同样中央 吴敦毅也是这种人 吴敦毅很容易取得 在上位者 权力者的这种喜欢 但是你看他的同侪 有几个人支持他 他的部署真的会很支持他吗 未必 没有 所以我就说像这种 过去只看上不看一下的人 你真的觉得在总统大选 这样规模的选举 他真的能够当选吗 我不信 我应该讲 除非台湾真的是 台湾人真的不在意 就是一个没有诚信的候选人 或一个没有诚信的政治人物 我们会去鼓一定一个 没诚信的政治人物 我真的不相信 所以除非是这样子 否则基本上就政治学的常理 我不认为吴敦毅 即便取得了总统的 这个国民党的候选资格 他能够当选 好来林一元 2016我们在讲政党轮替 所谓的第三组人选 清明党这部分 来给你一件 我不是我们宋主席 可是我现在不了解 但是我一向啊 对胡大哥的议策 跟他的精准的看法 我是蛮支持的 因为这个社会上 平人心讲到现在为止 两大党 我还是要鼓励 我们纪委员 国民党不要弃锐 其实百姓是看你们在执政 马金体制是大家失望 对国民党没有失望 但是请民进党也不要因为今天 今天赢了这么多旗帜 其实我说实在 百姓的想法就是说 我真不高兴 我拴了拴去 还有寄托的是民进党 其实也不要因为赢了多了以后 就会自己有傲气 这样的话会理人民越来越严 还是会 终归还是要会跟国民党一样 那会不会有第三组 我还是蛮期待有第三组 因为现在 平人心讲 现在也有人在鼓励 我们首先 我们首先是 到现在为止是季节的 他认为 现在的氛围之下 是要把台湾 谁能够把台湾 治理的安定 那是很重要的 可以使台湾人民生活的更好 这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两大党 一定要负起这种责任 我们宋先生现在的心态是这样 另外 我觉得说 这个马丸之争到底 其实平常讲 我一再主张 今天你马英九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王金平是中华民国的国会议长 其实家仇不外仰 可是你们掀开来 这也无所谓 可是经过施法的这些判定了以后 为什么一定要上诉 不要因为个人的面子问题 为上诉而上诉 其实我还是要奉劝国民党 尤其马英九主席 马英九总统 请你为台湾苍生 不要再上诉 其实我现在也蛮同情吴敦义 刚刚当然力宏讲 吴敦义他的种种 其实基本上来讲 吴敦义他现在左右为难 到底撤不撤 现在你代理主席 本来就有这种 告的是中国国民党不是马英九 是中国国民党的法定代理人 现在就是吴敦义 你要不要撤 你现在撤了以后 我的认为 马英九是不会支持你选总统的 可是不撤了以后 那你还惨了 你不撤了以后 人家说你跟马英九 王静明也未必会支持吴敦义选总统 以现在的情况来讲 当然是未必 因为今天的选举跟明天的选举完全不一样 所以今天马英九 如果他认为吴敦义 你是跟我的意见相左 我想对他选总统 他是对他不利的 如果他不撤 其实百姓对吴敦义是没有信心的 因为你国民党不是说要改变吗 是要团结吗 撤了以后是不是真正团结 其实平常人讲 我的认为 现在的代理主席吴敦义 是左右为难的 那我们还是要鼓励他 真的还是要跟百姓站在一起 吴敦义未来会不会赢 最起码的话 你不会让台湾人民那么讨厌 所以国民党在看吴敦义怎么做 就是那一句话 吴敦义你演不演这个剧本 你都难 来昆峰 所以我们再讲2016 是不是真的政党轮替即将展开 我倒是没有大家这么乐观 其实我觉得 我往往觉得是国民党很厉害的是 有时候对手 人家说要看党内 昆成你在新北市 我坦白讲赢两票也是赢 赢两万票也是赢 朱立伦他还是赢的 但是现在我感觉 民进党其实没有过分的打猪 包括之前 中红人议员 你们大家来的时候 其实都肯定朱立伦的政策 如果真的要救党的话 照立宏的说法 如果这个比较没有心机的话 其实朱立伦 第一个 他还是过去除军的地位 第二个 他这次是赢的 他真的没机会了吗 还是你觉得国民党 党内有人刻意营造一个氛围 国民党完蛋 朱立伦不行了 206一定不是他 其实那个先声明 我来上这个节目 朱立伦那些跳票灌水 甲动工 这个我都有批评 那这个顶型案这个事情 其实刚刚这一个 中线大哥有问我 我说朱立伦 现在只是暂时 要这个内政部 这个终止这个声明的程序 对 可是我认为 这个朱立伦 应该要是直接 把这个案子 从这个内政部那边 直接要退回来 他退回来 这才是福底抽签之际 那这个 刚刚还有提到说 这个鼎心 今天最新的消息 鼎心已经卖给 这一个马来西亚 这一个房地产的一家公司 那我认为说 其实这个纪委员 或是说黄委员 我们不要讲说 这个未来 这个两党在这一个 在立法院里面 要怎么合作 首先这个鼎心这个案子 要卖给这一个 所谓这个马来西亚 这个地产公司 我觉得立法院 立法院就应该 要先去处理了 怎么可以让这个 这是台湾的地标 可以让这个鼎心 然后卖给这一个 马来西亚的公司 然后赚了这个快200亿 那现在这个 经济部投审会说 这个到时候还要开会 找这个内政部来 找这个财政部来讨论 结果这个财政部部长 还讲说 鼎心要卖 是鼎心的事情 我们财政部管不到 如果这个你们的财政部长 还是这样讲的话 我跟你讲 一进倒 继续再倒 这个鼎心案 没有处理好 第一个 这个101的事情 第二个 黑心油的事情 第三个 就是说 如果今天朱铃轮不测的话 那其实我也要求说 这个其实在内政部 议件署 这个案子就直接再撤回 给这个 退回给这个 新北市政府 这其实都可以做的 不要讲说 未来什么案子 要怎么样合作 其实在这个鼎心的案子 就可以看出来 实案的问题 这个黑心油的问题 这个101的问题 还有鼎心案 这个在三重的 这块地的问题 其实就可以检验说 国民党到底有没有要改革 那其实就朱立伦来讲的话 那你提了这么多朱立伦 我看来不了了 朱立伦 他其实 之前我上节目讲过 他其实把自己的一个选举 把他玩坏了 因为他把这个选情 他把他冷冻住 他冷冻住觉得说 反正他会赢嘛 那他不想说 这个选情太热 让这个游锡坤 他有这个机会 跟他对垒 或是说 甚至有这个辩论的机会 就发现说 后来这个策略 已经错误了 第一个他把这个选情 弄得太冷了 很多里长都觉得说 那你会当选 我干嘛要支持你 第一个当然大环境 对整个国民党来讲不好 所以说朱立伦 看到这个票数 我觉得他大概是 除了这个马英九之外 我觉得他是最伤心的人 因为他连这个 上次的这个得票数 110万都没有突破 那这个未来 他是不是这一个 要来搅逐这个 不管是党主席也好 甚至是2016的 这个总统大选来讲 我觉得他都必须 要重新思考了 因为2016年 如果按照这个往常 这一个民进党 跟国民党执政的 一个轨迹来讲的话 1997年 民进党执政县市大胜 2000年民进党政党轮替 2005年 国民党在这个 县市长选举大胜 2008年政党轮替 那这次也一样 在这次的县市长选举 民进党大胜 那有可能2016年 民进党执政的机会 是非常大的 按照这个历史轨迹来讲 所以朱立伦 也会觉得说 那我要不要在这一次的 这个党内的初选 我就要来参加呢 我如果要来参加的话 我等于是帮这个马英九 来挡这一个党剑 这个万剑穿心 因为马英九不会再选了 他也没办法再选了 那可是大家所有 对这一个国民党 对马英九的这一个不满 一定会投射在 这个候选人身上 那这个候选人 有可能就是朱立伦 那朱立伦 吴敦一怎么那么爱 吴敦一他如果这次 再没有的话 他就没有机会了 按照这个年纪来讲的话 按照他现在的辈分来讲的话 他如果这次再没有的话 很抱歉 他可能下次也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朱立伦也会盘算 他是这一次出招好 还是要等到下一届再出招 那当然这一次 如果是像吴敦一 这种样子来讲的话 我觉得国成兄 他其实说 这个王金平的这个案子 测不测 我觉得他不会左右为难 他不会测 因为他是马英九 指定的这个 这个党主席 他怎么可能会测掉 这个王金平的这个官司呢 他绝对不会测 因为他就会听 马英九要他做什么 除非这个马英九跟王金平 跟这个吴敦一讲说 好 那这个人情我让你做 那未来我会支持你来选 下一届的这个总统 你必须要跟王金平有合作 那我把这个人情做给你 我把这个球做给你 那你来做 可是我认为马英九不是这种人 所以我认为说 吴敦一他不会测 那要等到明年1月 这个新的党主席是谁 来决定说 这个跟王金平的官司 到底会不会 继续把它测掉 那可是我也想说 到底那明年 这一个1月国民党 到底会不会有 这个党主席候选人出来呢 因为吴敦一说他不选 那我看这个朱一伦 他讲话本来讲得很大声 说这个党 这个样子的 他不会回避任何的责任 可是后来人家在问他说 那这个党主席的事情 很抱歉 市政优先 市政优先 那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朱立伦 可能也在动摇了 那现在只剩下谁 郝龙斌吗 还有胡志强吗 龙斌宣布他不选党主席 那对 那所以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 那有可能最后 还是由这个吴敦一来代理 党主席 一直代理 代理到2016年 那有可能 未来的这个立委的选举 他们的这个提名权 还是掌握在 马英九 金浦中 吴敦一的手里 因为我认为说 在这个态势之下 连朱立伦 他都不敢去接这个党主席 因为这样子 接他来讲的话 他觉得他会受伤更重 他也会再算说 这样接下去的话 那到底对他好还是不好 那如果他要选总统的话 那很抱歉 接下来的这一个市长不选 民进党必胜 来说配 2016恐怕政党轮替吗 我们来看 在国民党部分 是无力反击吗 我觉得 对民进党而言 对于这个11月29号的投票 其实我们是对民意 是谦虚的 然后谦虚的军演对民意 民意告诉你说 如果你做得不好 我用选票给你惩罚 不管你是多么大的一个政党 那所以我觉得 2016年到底是朱立伦 或者是这个吴敦一 要代表国民党出来 我相信 关系的一定都是 未来这一年半 到底内阁做得好不好 但我们知道 我们刚刚已经讨论多 非常多这个毛内阁 他看来是没有想要 处理民生议题 他今天他 他在这个报纸上面 这个马上讲 他要处理的四大政策 是什么 是福贸 是货贸 是自由经济贸 这个是自办区 跟航空城 他对于这个 让国民党重挫的 这个黑心油的事情 他完全没有态度 他包含现在 鼎心已经把这个股份 卖给马来西亚的公司的部分 他也完全没有想要处理 所以我相信 不管是 这个 我相信 这个朱立伦他年轻 他大有可为 所以他可能就是 就是像这个 昆臣议员讲的 他不需要在2016年 急着在这个时候做表态 如果你那个 你一直做得不好 我为什么要现在跳出来 帮你马英九擦屁股呢 我还让我的这个声望 还大大的降低 有可能我根本 未来也不可能选 如果我2016年 再观望一阵子 也许我2020年 我还有机会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讲 这2016的政权 是不是 我们再问一次 你政权就是 直接送给民进党了吗 还有我们来观察 这个后马时代 你整个接班的排序 是不是重新洗牌 哇 现在啊 这个一手好牌 被马中打成这样的话 纪委员 这个我不知道 现在茶壶里的风暴 到哪一阶段了 但是你自己怎么看 现在啊 党主席 谁敢 谁要来接 谁敢接 而且2016 谁上阵 可能都是会被歼灭 国民党自己内部 现在 好像 像样的不站出来 那 很想的 又不敢讲 这 其实不用讲好电话 是非常非常难以抉择 你讲朱立伦 好了 我现在也不晓得 他的动态 之前我们一直在流行 就在讨论说 他可能有 除军的态势 选民是健忘 搞不好这一年半 大家觉得还是要朱立伦不可 我觉得他应该 现在看 重点是 看你从哪个角度 他如果站在说 好 我今天目的是为了救国民党 那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可能他就会朝这个方向来思维 那如果像 选议员 或者各位几位 好朋友的想法说 他现在年纪不大 朱立伦他小我一岁 我49年次他是50年次 他再等个8年 他还是60出头而已 其实要选总统不算老 所以其实如果说 按照自己的生涯规划 来做算计 那当然可以等 看你站在哪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觉得他内心 一定十分犹豫 不过不管谁出来 这一次显然是 非常难打的一仗 我就拿阿炳总统 写信给马英九总统 那封信 公为马总统说 哇 你过去担任法务部长 那个假设门槛 降为三分之一 让大家那些千回有据的人 可以提早除愈 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改革 怎么样 我就借阿炳总统 那四个字千回有据 相同的道理 今天剩下一年都要选举 你今天做整个 国民党做整个 不管是行政 或是各方面的改革 民众钟摆或是骨牌 会不会摆回来还是继续倒 就看你有没有千回有据嘛 他这么说 你还是 还是 顽固的一塌糊涂 还是没有改革决心 还是 好像过一日算一日 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 如果说你抱着必死决心说 好 那今天我就彻头彻尾 民众哪里不对的 我就完全把它改过来 而且我放手一搏 当然一定要一切以民意为规 那民意在哪里 我想高层也知道嘛 只是说你要不要朝这个方向来做 那这样就有可能啊 我很喜欢举一个 日本夏季 夏季那个棒球赛 那个甲子园棒球赛一样 那个心灵高中 八局还是输八分 到九局下半 突然逆转胜 连赢九分 倒赢一分 所以不是不可能 可是这个不是空思梦想嘛 赢不是空思梦想 你要有具体的作为 你要把你赢的策略拿出来 或是你怎么做啊 所以我觉得2016这一战 真的是非常艰难 但是不能讲没有机会 好来议员我们听听你意见 你的看法 我说实在啦 我们现在还是看这种两党的 这种现在台湾的证据 其实平安心讲 我还是要呼吁马英九啊 你要放下 议员我去洗温泉 所有的人都在谈说宋楚瑜要阻隔 如果马英九有度量的话 真的这不夸张 整个匪头都是 但是他们又说了一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马英九的个性 空思梦会啦 志委员就知道 志委员啦 人员 年轻啊 他建议的事情都 都给我们刮下车来 你可想而知 他怎么会有这种哑量 其实平安心讲 马英九如果是为了他 安全下庄的问题 其实到现在 他绝对不会放这下 所以很简单 今天马英九如果是为了 台湾人民台湾苍生 而要留下历史上的定位 其实平安心讲 他要放下 现在你已经辞掉 辞掉那个党主席 你就让人家代理主席的人去 好好地去把国民党 一火重生 重新再找回国民党的理想 跟他的思想 所以就放手让人家去做 那如果你到现在为止 你自己本身 还觉得说你放不下 我还是做完民国总统 我还是要去干涉 国民党的这些代理权 请你历史定位 很简单 就是无心 无能 无耻的马英九 所以我真的要拜托马英九 放下吧 佛家讲的 跟王金平院长洗一洗 说他补演 然后放下 你自己心中的魔咒 台湾人民才有救 台湾人民才会过得更好 所以马英九 救救台湾人好不好 放下 放下 这忘记 北头谈 宋水煮的不是泡汤了吗 所以 地点不见 所以 已经大家都说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